大家好 今天我來介紹一下 吃一個不知道叫什麼名的水果 不知道叫什麼名的水果 這些水果聽媽媽說 切了外面的皮 然後裡面的肉就好像可以吃的 準備了這個不知道叫什麼名的水果 還有準備了一個碗 還有準備了一個切紙 還有準備了這些膠手套 是不是一把刀 首先呢 切了那個皮 那個過程就會很噁心的了 批皮 看看先 這裡 皮不能吃的 剝掉它 慢慢來 它軟了就可以切的了 好像說 都挺香 嗯 然後一下一下這樣 要很有耐性的剝皮 撕掉一些 撕掉一些地方就會黏黏的 有些 它沒有漏的醬汁出來 這些白色可以吃的 慢慢切 不要切傷手就可以了 都要很有耐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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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想像中 是容易些切的 這些水果都 沿著那些紋 一塊一塊的撕下來 哇 剩下一個 剩下一次就剩下一半了 要加快的出道切了 越来越多水流出来 很噁心,黏黏黏 整手都是水 快吃得了 哇 那些核都好像不能吃 切走一些脆的东西 好危险 哇,好冷 等一下切完就要中长暂停一下 哇